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孩子爱美 男生也不例外 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呢 在美容的相关产业里面呢 经营得非常出色的余丽雪余总裁 先让我们来看一段她的VCR 成功将梦想转换成理想的最佳典范 余丽雪余总裁 从小护士跃升为国际美容连锁企业CEO 余总裁经营的国际美容机构 结合SPA以及医美事业体 目前在全台已经拥有40多家美容店铺 拥抱梦想 实现理想 余丽雪一步一脚印走出创业之路 实现了助人的创业梦想 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美容SPA集团的余总裁 丽雪余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访问到这个余总裁 因为我们知道余总裁 他本身是从一个小护士 到今天的美梦成真集团的CEO 那可不可以来谈一谈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之下 从一个小护士 然后去从事美容相关的产业 那时候是觉得说 美容这个产业对人会很健康 因为我们就是带给客人健康美丽有自信这样 那一直以来我觉得说 做健康产业对我们人是很棒的一个事业 我想请问一下余总裁 其实非常的不简单 因为我知道你刚开始 比方说从事这个美容的行业 其实只有一两家的分店 到现在已经有41家 那包括你像今年其实非常的有企图心 也扩充事业版图到大陆去 那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 想要再把你的版图扩充到海外去 因为刚刚讲是一开始有创业 有碰到瓶颈嘛 这个在大概十年前 创业碰到瓶颈 那所以当下能够了解说 当一个人他的店经营到瓶颈的时候 他的身心灵 不管工作家庭 都会很大的一个辛苦跟挣扎 那自己感同身受过 所以之后呢 我们这三四十家都是因为 其他美容院他们碰到瓶颈 那我们去帮忙去带馆 或者去收购 包括大陆这个部分也是 所以大陆这边就可能 他在经营部分有问题了 就是可能有碰到瓶颈 那我们去带馆这样 所以并没有特别的企图心 要发展多大 但是至少我觉得 有人需要帮忙我们就去帮忙 那我觉得帮忙别人 那也就会 也会更好这样 不过我想比方说 他一个点在经营上 如果说他真的已经有困难 或是瓶颈 可是你如果在同样一个点 再帮他做包装 如何去创造业绩呢 因为在十年前 我面临困难的时候 那因为之前我是从小护士嘛 到做经营管理 是连锁店 那没有很多经验 所以我都不断地看书学习 那从书里面看到一般连锁店 还有企业他们是怎么经营的 那把书中学到的 然后再用在工作上 就是边学边做 那所以我觉得书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 好好的老师跟朋友 可以让我们从中学习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 这十年的过程 那也学到整套的连锁店的 一个经营管理模式 那连锁店的经营管理模式 就是要标准化 要统一化 要制度化 所以每一家店 只要经过我们美梦成真 统一化的经营管理 换我们的招牌 换我们的教育 换我们的管理 那一般都可以改善 可是像在人的方面 我觉得是 我相信很多企业主都会碰到 其实人是最难管理的 像目前你有41家的连锁店 那面临在人的管理上呢 你怎么样去做一个管理 我觉得像顾客 他我们可以让顾客健康 美丽有自信 那我觉得这是 我们公司的一个经营理念 那进而说帮助更多 这社会更多的创业 就业的一个机会 那你说员工的管理 我会把员工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 那我们的同仁 我觉得他对 我们就给他鼓励 那他做错 我们就要教导 那我觉得 为了让大家更成长 所以每个月 我们都有定期的培训 像主管有两次的会议 然后美容师也有 每个月有一次到两次的培训 所以我觉得教育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不断地教育 让每一个人不断地成长 然后我们再帮助社会上 更多需要帮助的点 那我想请问一下总裁 就是因为一般的消费者的认知 他们比方说都会很怕到 这种连锁企业的体系 因为都会很怕被一些 一直被行销 那你怎么样去教育 你的一个就是职员 在达到业绩的同时 也可以服务客人 然后又会让客人 不要觉得说 在这个行销的过程 那么的不舒服 我记得在几个月前 我看到那个 统一前总裁 林昌生前总裁 他讲说一个企业 他要永续地发展 他的身心灵都要健全 那所谓生 他讲的生就是 这个企业的经营的 的状况 就他的经营的经济的部分 就他营业额一定要好 一定要达到标准 我觉得这个是生的部分 经济的状况 那新就是他的企业文化 那零就是他的动机 那我觉得说 服务当中只要是客人的需要 我觉得是不强迫 那我觉得是 我们由服务来取代推销 就是客人看到 我们的服务很好 那进而帮助他 他得到健康 那我觉得客人他才会持续 不断地来我们店里 所以我觉得是用服务来取代推销 那我觉得 其实我们跟客人也会像 朋友一样关心客人 关心客人的健康 关心客人的身材 关心客人的家庭 也跟客人像朋友一样 那我觉得 这是一个助人健康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 对 真的很好 所以就是说 于总这边也有顾虑到客户的心态 就是说不要那种强迫式的推销 等于是客户有需要 他针对我需要的部分 来做消费 对 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咯 再见